那我就住在这一侧的46层 甜品区 现在开始进入这边的早餐 2023年12月31日 已经到达长沙南高铁 现在我们要叫车然后去酒店 明天的行程应该是去韶山 这是希尔顿酒店的外观 是这里最高的酒店 大概是51层 现在我们住在46楼 这个房间还是很宽 然后这一边是发财案 这一边是咖啡茶水梯剂 房间还是蛮大的双床 然后看一下这个窗外 哇这样看下去真的是很漂亮 就是雾太大了啊 这边是那个香江大桥 哇真好看 这是它的行政酒 现在没有什么人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行政酒 这边呢是它的茶水梯 然后这边呢是水果甜品区 然后这个里面呢是炒饭 这个里面呢是银耳菇 看起来在这边不错 这个里面是银耳菇 那这个里面是银耳菇 那这边呢我们吃了一下那边的那个菜 因为菜也是很嫩的 也很甜的 干锅菜我还要吃 这个是银耳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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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小糖菜也是银耳菇 这边是银耳菇 这边是银耳菇 这个是银耳菇 那边是咖啡区 另外一侧还有酒 有人我就不怕 现在开始进入这边的早餐亭 现在开始进入这边的早餐厅 现在开始进入这边的早餐厅 在肉烧啊 大家的早餐真好,有蛋盘 先吃水果吧,以后回来可以简单 今天要来做一些鱼子, overhead one side 转薄这样,再加入一个小鱼子 一会给我的鱼子吃 你先使用鱼子这个鱼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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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